你的惡魔是什麼惡魔 他只會破壞一些惡魔 其他都不思考 大家好 歡迎收看金牌特派 發生在2003年 年僅22歲的男子 狠心殺害了一對小姐妹 落往後說 心中有個惡魔逼我殺人 這樣的說法 卻是讓兇嫌逃死的一大關鍵 到底怎麼回事 時間要回到2003年 4月說起 大批的人員是搭乘了氣墊船 在河面來回的搜索 找到了姐姐的屍體 家屬立刻趕往認屍 是當場痛哭失聲 看著9歲和10歲女兒的遺體 從河裡拉了起來 小姐妹的爸媽幾乎崩潰 小姐妹的小姐妹 原本爸媽還抱著希望 和鄰居到處的張貼學人歧視 沒有想到卻是讓人心碎的結果 小姐妹的爸媽在女兒失蹤的那一天 曾經掉越了巷口監視器 發現兩姐妹最後的身影 出現在傍晚5點57分 旁邊還跟了一個熟悉的人 女孩父親馬上打電話給她 沒有 我沒有問她 小孩子當然 我說阿弟你現在在哪裡 他說我現在在工作 很平常心跟你講 所以你沒有懷疑她 對啊 所以我就沒有再考慮懷疑她 一開始女孩父親也沒想過 是熟人所為 不過警方不這麼認為 覺得還是應該要查清楚 所以立刻找來男子溫訊 沒有告訴她案發是哪一天 她自己脫口而出的 顯然 結果後來我們一直追問 XX才自己 她知道自己 不小心說溜嘴了 XX她有一點歇視底底了 然後開始在做解釋 我們當初認為說 小女生或許被她安排 還是常溺在什麼地方 我們一心只想 把小女生救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道德勸說 XX就老師跟我們講 人在什麼地方 趕快把她營救出來 錯了 錯了就錯了 趕快去做彌補 這樣子 然後她說她要想一想 要考慮一下 很明顯的 她已經知道 她跟本案有關係了 兩個小時後 男子才供出帶兩姐妹 去過了一個小木屋 但是小女孩的下落 還是堅持地說不知情 這個小木屋就在滑中橋下 搭建在橋墩的背後 相當隱秘 帶同我們到那個小木屋 進去看的時候 裡面就當場發現了 小女XX姐妹的鞋子 還有磚塊 有血跡的痕跡 血劍痕跡 然後我們當然是馬上追問 那小女生現在的人在哪裡 然後她就有點情緒失控了 就指著河面 心電系的河面 隨便 指稱姐姐在哪裡 妹妹在哪裡 不僅如此 男子還突然傾聽了一陣子之後 一直說小姐妹在叫她了 讓警方聽了不自覺起了雞皮疙瘩 直到這個時候 男子他在坦誠 已經把小姐妹殺害 丟到河裡棄屍 警方對小姐妹的遺體解剖驗屍 被害人的父母看到了女兒的慘狀 差點昏倒 我分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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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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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小喔 你啊 我一個要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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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一個要追喔 原來兇嫌假裝要帶小姐妹去買東西 又騙出門 帶到大賣場之後 他在凡家 他家在大賣場附近 在凡家騎乘摩托車 搭載兩位小女生 到河濱公園 也就是那個華中橋下的河敦 河敦旁 他們自行大建的小木屋內殺害 他是用手去掐緊 然後再拿那個磚塊 重擊頭部致死 根據兇嫌的說法 在搭計程車去大賣場的途中 他突然聽到一聲巨響 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氣起了一股無法控制的衝動 想要殺人 所以把小姐妹帶到了小木屋 灌下了參有FM2的飲料 大概五分鐘之後 姐姐就陷入了昏迷 妹妹還大聲的哀嚎 她直接殺害了兩姐妹 丟到河裡棄屍 她是有一種故意的故作鎮定 但是從她的眼神看得出來 左右飄忽 有些隱瞞 看得出來她心裡很不安 為什麼兩個小女孩 願意跟兇嫌一起去買東西呢 原來被害人家中 是經營呂門窗的工廠 兇嫌曾經是工廠聘僱的臨時工 因此和小姐妹有接觸的機會 人家這樣搶去做人 那個人本來怕他沒心態 他來這裡做樓梯 就說要做禮堂 就在那裡熟了 那實在聽到 我這裡開到今天小孩熟 他小孩放在那裡 那裡當中 他就在說 不知道是在那裡 他去念那裡 但如果說 如果有 你也要做 我不要複補 被害人的父親壓根沒想到 兩姐妹熟識的大哥哥 也就是工廠的前員工 竟然是兇手 當地里長也說 兇嫌還曾經涉嫌拐走了 一名小男孩 到他說要到他親戚那個家裡去 結果他就把他收留了 就到第二天下午才出來 人家去找他才出來 被害人家中總共有四個孩子 遇害的是最小的兩個妹妹 而且就在命案發生的前一天 凶險一度是把四個孩子都帶走 幸好鄰居在超商遇到了 即使把孩子都帶回來 家屬因此懷疑兇手 原本要殺害全部的孩子 像雙面能 有點像另一面疼壞 另外一面是很像好人一樣 但是兇嫌的爸爸認為 兒子是因為生病 才會註下大錯 就去撞到頭髮 在人家撞到頭髮 就去做兵去做營的 軍方讓他提早退役 沒有想到男子後來 變成了殺人犯 兇嫌的父親 縱使難過無奈 還是得為兒子的過錯 向被害人家屬道歉 這不是不死的問題 這不是不死的問題 我們兩個小孩會命 他如果說你不怕他死刑的話 如果他以後出來還是犯這種心理 也是敗壞社會 我們家裡沒完沒死完 一家裡給我兩個小孩 把我害死 兩個小孩幾歲 還沒救火酒 我害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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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也在兇嫌的家裡面 找到了一本心情筆記 裡面寫著他和虛擬人物 小洪之間的對話 他要小洪稱他為哥哥 對話之間也透露了 兇嫌內心的孤疾 和失去舊愛的感傷 2000年4月3號3點45分 我創造了你 你的名字叫做洪中慧 就叫小洪吧 兇嫌說 我真的一時無法認同 我真的無法相信 他會這樣地告訴我 他會對我說那樣的話 小洪說 哎呀呀你說的太多了 其實哥 你不是一直相信緣分的嗎 說不定他有他的苦衷 原來兇嫌曾經交往了一位女友 分手之後讓她心情起伏更大了 透過筆記和內心對話 不過葬送的兩姐妹很無辜 學校的導師和同學 心裡也受到很大的衝擊 老師希望 在另外一個世界 能跟我們一起上課 跟我們一起歡樂 就當她沒有離開我們一樣 就老師會把她的位置留下來 老師相信你們都在一起對不對 對 這些紙盒是你遮給 對 還有爸爸媽媽一起遮給 對 你希望她怎麼樣 希望她 能找到一個 家庭 老師鼓勵同學寫下心中的感受 但是自己卻再也忍不住悲傷 情緒崩潰 對於小姐妹的爸媽來說 對於小姐妹的爸媽來說 要兇嫌殺人償命 才能替女兒申冤 逃兒公道是她要死 不然你如果她沒死 再給她出來 也是再害別家的人 被害人的母親 言猶在耳 兇嫌一審判處無期徒刑 但是到了更無審 卻因為認定她生病了 所以改判十二年的有期徒刑 減刑之後 關了六年就勤滿出獄 但是故事還沒結束 過了一年多 兇嫌又再度殺人了 死者林姓女子的家屬氣不成聲 在她遇害的地點招魂 她用球棒將被害人給活活搭死 手段兇殘 牆上 地上都是鮮血噴溅的痕跡 看起來觸目驚心 被害人是27歲的林姓女子 被發現的時候 屍體棉被覆蓋 手臂還有瘀傷 林姓女子是為了貼補家用 養育才一歲半的孩子 看到兇嫌的求職廣告 沒有想到卻步入陷阱 你為什麼要殺她 她說了什麼話讓你生氣 走走走 為什麼要殺她 她跟你無虛無仇欸 她去一間工作為什麼要殺她 因為她說了一句毀辱我媽的媽 她說了什麼 她說了什麼讓你覺得是不開心的 我都要說什麼 她說了一句毀辱我媽的媽 她說了一句毀辱我媽的媽 你小心喔 什麼話 小心喔 小心喔 我現在記不起 然後她就覺得說 你母親做那個工作不太好 然後她心裡面就一直覺得 你是在侮辱我的家人 別人只要講這樣的話就刺激到她 她就會說 那我就想要殺你 我心中的惡魔就是告訴我要殺人 你的惡魔是什麼惡魔 她只會脫骨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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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沒有辦法解釋我的惡魔 和之前犯下的兩姐妹命案一樣 兇嫌又說 是心中的惡魔叫她這麼做 前往印證的林姓女子被她殺害 家屬找不到人向警方報案 從被害人的行動電話通聯找上了兇嫌 警方發現她似乎早就計劃要犯案 租了公寓打算分租套房 而且對象要求是女性 房間裡面還發現有電擊棒 水果刀 從媒體得知她 怎麼可能陳X已經出雨 然後又再次行凶 我們所有警方都覺得很訝異 由於兇嫌犯案計劃整密 手段兇殘 態度冷靜 一審二審的法官都以她犯案的時候 沒有心神喪失判處死刑 經過最高法院撤銷發回了更審 結果更審法官認為 雖然再犯的機會高 不過如果能夠接受積極輔導治療 還是有教化的可能 最後改判無期徒刑定驗 被害人的丈夫在得知判決的結果之後 深深叹口氣 難過的說 她的老婆當初是為了家計兼差找工作 竟然被兇嫌活活打死 對方在犯案之後沒有悔意 也沒有真心的向家屬道歉 八年殺了三個人還能逃過死刑 無法接受這樣的判決結果 當年這一起案例也引起了社會關注 不過判決一定只是希望 類似的悲劇不要再發生 有任何的想法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別忘了訂閱台灣大搜索頻道 掌握最新的進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